回想到这里 我的胃又一次抽搐起来 郭队 小史再次把热水递到我的手中 我又喝了几口 稍微舒服了些 然后闭上眼睛顽顾左右而言塌 我的身体真是越来越差了 郭队 小史坚定地重复着他刚才的问题 不容我逃避 难道你觉得我的分析没道理吗 望着对面小史坚定的目光 我不得不正面回答了 那些我自己都不想相信的观点 对于阿刘的性格 你的分析我基本上都认可 但还有一些其他看法 你认为阿刘会杀人 小史反问我 他半生都在救人 他很善良 善良 不 有拯救欲的人也许更准确的评价是仁慈 我闭了一下眼睛 善良和仁慈并不完全一样 就好比上帝是被称颂为仁慈 而不是善良那样 这除了因为只有上帝说 要有光才能 于是就有了光 也因为圣经同时告诉我们 上帝会恩赐 同时也会惩罚 甚至惩罚的手段 常常显得残忍无情 在你触犯了他的原则的时候 那些拥有拯救欲的人 未必有上帝的能力 但糟糕的是 在脾气方面 却常常相似 小时静静地看着我 不至一词 我喘出一口粗气 我不知道每个仁慈的人 各自的原则禁区是什么 但我相信多数仁慈的人 有一个共同的禁区 他们处在拯救者状态时的尊严 他们可以被曲解 但不可被戏弄 小时略微沉思了一下 所以你认为阿刘会杀人 他说中了 但我却不想点头 小时垂下眼皮想了一会儿 国队 也许你说的对 阿刘有杀人的力量 或者动机 但你不是常常提醒我们一句话 结论来源于证据 办案不能想当然 还有 你自己刚刚亲口告诉我们 现在分析动机和性格有些早 最重要是要把很多疑问解决掉 那么现在 一切不都还没有被证明吗 是的 没有我重复这小时的话 小时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 和一个怀疑没有答案 一个问题是 如果说凶手想隐藏自己 为什么抛尸现场 离我们这里只有200来公里 连省都没出 还有 为什么不对死者毁容呢 这难道不更能增加侦破难度吗 如果凶手能聪明地想到 冒充外行碎尸 难道就想不到这个吗 另外一个怀疑是 我听惠心说过 江瑶私生活一向随意 那一次派出所相遇 也证明婚后她的行为并未收敛 那么可不可能 她又结交了新的男人 而这个男人同样怕被人认出来 以至于会碎尸 抛尸呢 我浑身一震 脑筋渐渐恢复了理智 这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很多方面 我还什么都没查 案子可能并不那么简单 真可笑 我这个干了快30年的刑警 却像个傻瓜一样 被一具尸骨住了 一杀石 我觉得很是难看 关心则乱 小史立刻体贴地轻声说 谢谢 我窘迫地道谢 发自肺腑 郭队 也许是觉得气氛太认真了 小史突然有些调皮地挤起眼 你的胃是不是不那么疼了 真的 我的胃确实不难受了 小史大笑起来 很多病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 你像个半仙儿吗 我玩笑地说 情绪也开朗了 什么半仙儿 小史崩起了脸 装出一副身受伤害的模样 你以为我一出生 就研究死人呢 我可是正近五年医科大学毕业后 才主攻的法医 实习时也给活人看过病的 哪个科都转过 包括复科 我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 小史却突然再次严肃 郭队 虽然我提出了一点 但也许你的直觉是对的 不过我依然觉得 你还是应该正视现实 参与破案 顿了一下 小史有些突兀的结尾了 虽然 事实不会改变我看着小史 我们这个三十出头岁的法医 平时虽然嘻嘻哈哈 但却有着极高的专业水准 和通达睿智的头脑 然后我点点头 尽管小史表达的突兀 不连贯 但我想我理解了他的意思 凶手如果是阿刘 逃避不能改变现实 如果不是阿刘 那么我的参与 至少保证调查期间 对阿刘工作生活的影响 减到最低 确实 如果我真的想尽量回报阿刘 那么参与 应该才是我目前最好的选择 十二 我来到了医院 悄悄地在门诊室外 看了看久已不见的阿刘 令人欣慰 阿刘的状态似乎已经恢复了不少 不再那么憔悴 而且面对病人 目光依然细致 耐心 心无旁骛 我没有直接进去 而是反身出来到了病房 找到了王护士长 这个健谈的女人 王护士长依然热情 一见我就远远地招呼问 怎么又不舒服了 是 我撒了个谎 门诊人太多 排队到晚上 我看也难看上病 所以溜到这儿等阿刘 一来坐着等叔父 二来看能不能取个巧 拿点要算了 那你就在这等好了 我刚才看到阿刘 现在状态不错 我主动挑起话题 比我上次见到时强多了 上次 你上次什么时候见的 记性颇好的王护士长 回忆了一下 老蔡送菜来的时候吗 不 后来还有一次 我含蓄地说 后来有一次我们行动 江瑶牵扯进去 阿刘去领她 哼 王护士长奋力用鼻子 表达了自己的亲面 他们现在怎么样啊 江瑶是不是吸取教训收敛了 收敛 王护士长更加亲面 狗改不了吃屎 他能改了 不过 现在太影响不了阿刘了 为什么 他们决定离婚了 是吗 谁的主意 当然是阿刘 王护士长诧异地看着我 难道能是那个婊子 他本来就打算 斥定阿刘一辈子的 要不前头 怎么那么死缠着 阿刘不放呢 我早就说过 王护士长 又就自己的先见之名 发挥了一阵子 我一边听着 一边琢磨着 从哪里插话 终于等他又一次说出 我早就说过 时 赶快问 既然这样 那他现在怎么会同意呢 阿刘铁了心背 阿刘好像不是像我们 这么世俗的 那也架不住江瑶做得很呀 王护士长郁佳气愤 你不知道 江瑶有多不要脸 一看唬不住阿刘爸妈 就天天闹着阿刘想法 从病人身上赚钱 好让他挥霍 这阿刘是坚决不干的 江瑶一看不行 就露出真面目了 天天吵闹不说 还整天在医院里 和其他医生打情骂俏 那意思就是威胁阿刘 要是不如他的意 他就不要脸了 阿刘当然不吃这套 可也没脸在这儿待了 有一段时间就辞职不来了 结果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王护士长既解气 又眉飞色舞地说 院领导知道了 大怒 说 阿刘是我们医院 体恤病人的招牌 现在怎么闹成这样 几个不要脸的医生 顿时吓得不敢和江瑶拉扯了 时间一长 江瑶也没了劲 就出去混了 我连忙问 这么说 还有其他医生 曾和江瑶走得很近 也不是很近 谁会像阿刘那么老实 上他的当 王护士长不屑地一撇嘴 然后压低嗓门 鬼鬼祟祟地对我说 但有些嫉妒阿刘的大夫 故意和江瑶拉扯 也就是想难堪难堪阿刘吧 我稍微有些失望 接着问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他不来医院了 我怎么会知道 反正猜也猜得出 他会怎么样 在不明不白的酒吧里鬼混 要不然也不会弄到你们那儿 我消化了一会儿这些信息 然后问 阿刘受的影响很大吧 那还用说 王护士长大惊小怪的回答 有一段时间 阿刘几乎像个傻子 一次手术 还差点出了医疗事故 呵 给我们科主任吓坏了 连声说 阿刘这下毁了 我说 说到这儿 王护士长板着脸 冲着前面空地 把头一点 好像那儿站着他们的科主任 让我来试试 主任 然后我就找到阿刘 我说 王护士长的脸 又变成了苦口婆心的模样 阿刘呀 不要怪大姐多嘴 但你必须处理处理你家里的事 不然你就要毁了呀 阿刘当时不说话 我就继续说 不管你信不信 大姐可以把花料在这儿 你们不是一路人 她天生就是那种贱货 你是白费心思 然后 王护士长就把江瑶又狠狠地痛骂了一顿 骂得是如此的长而单调 以至于我一度有些跑神儿 终于 王护士长猛地提高了嗓门 惊毁了我的注意力 经过我掰开揉碎地讲 阿刘虽然还没回话 可我看出他心动了 我就趁热打铁说 离婚不就得了 婚姻自由是什么 是不仅有结婚的自由 还有离婚的自由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对 对我连忙回答 那江瑶同意了 肯定要拉锯了 江瑶哪能那么轻易放开阿刘 他费了那么多心思 才站住的饭票 不过 王护士长突然再次压低嗓门 后来听说 江瑶又帮了一个大款 所以 口气松动了 反正后来 阿刘他们已经分居 前些天我还听阿刘说 他终于和江瑶 打场了离婚协议 你看 阿刘这些日子的精神 也恢复了 大款 我轻轻重复着 连忙追问 你知道是谁吗 那我怎么知道 王护士长称怪地看我一眼 但他随即就铿锵地结论道 不过我敢说 就是大款也不会是正经商人 你想 他整天混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说话 心里突然想到了一个方向 你说 我推测的有没有道理 王护士长继续追问我 太有道理了 我发自内心地恭恭敬敬回答 十三 见到阿刘已经是傍晚七点左右了 等他看完最后一个病人 我走了进去 阿刘看到我有些惊讶 注视了我一会儿问 又不舒服了 有点儿 我在阿刘对面坐了下来 开点帮助消化的药把阿刘低头 在处方单上写了起来 然后 阿刘一边把处方单递给我 一边建议到 饮食习惯的调整 有时比吃药还重要 当然 你的职业没办法 我建议你在家和单位 多放几包牛奶预备着 一旦胃感到轻微疼痛 马上喝上一袋 一般来说 能很快缓解 如果是空腹喝 最好再配些饼干之类的 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消化吸收 是吗 好 我回去试试说着 我把处方放进兜里 然后向门外看了一眼 还有医生护士在隔壁工作 就对阿刘说 一直麻烦你 很不好意思 晚上请你一起吃饭好吗 好啊 阿刘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正要出去随便吃点 一会儿还要回来 替吴大夫职业班呢 我选了一家离医院不远 装修高雅幽精的饭店 并且专门要了一个雅间 干嘛这么隆重 阿刘半开玩笑地问 不隆重 你救了我的命吗 别总提这件事了 阿刘白白手 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 我笑了笑 没再说其他的 除了请他点菜 这顿饭吃得很沉闷 我没有寒暄的镜头 阿刘也没有热心交谈 当吃完碗里的最后一厘米之后 阿刘放下筷子 双手相握 直言不会地问 郭队长 你有什么事吗 你看出来了 你没有照镜子 阿刘先含蓄地回答 然后目光突然变得冷冰冰了 有件事我想说 如果让我再拿钱赎谁 那你就找错人了 因为我们之间已经结束 而且 我相信自有会赎她的人 不用再来找我了 有赎她的人 谁 阿刘摇摇头 很坚决地回答 对不起 我不知道 而且 我们能否不提这件事 我换了个问题 你说你们已经结束了 是什么意思 我们已经达成离婚协议了 哦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两个星期前 那么你最后一次见江瑶 是什么时候 阿刘没有立刻回答 他审视着我 半赏问 为什么你一定要提他 你应该能够猜得出来 既然你已经意识到 我脸色的不寻常 我平静地回答 我是一个刑警 并不管什么 有伤分化的案子 一般来说 只有死亡案件 才会到我这里 阿刘的眉毛调了起来 你是说 对 我回答 江瑶已经死了 在听到江瑶死亡消息的那一刻 阿刘保持了一会儿惊讶 但接下来 并没有流露出更多的情感 甚至也没有追问其他的细节 而是一开目光 似乎做了一会儿回忆 然后继续很平静地 回答了我刚才的问题 大概是上上的星期天 对 就是星期天傍晚 在哪里见的 大概几点 在我家 就是下午六七点钟的样子 那时我们就离婚意见 终于达成了一致 然后他就离开了家 去哪里了 不知道阿刘回答 然后稍微轻蔑地笑了一下 左不过是去他星盘上的 那个人那里吧 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我看着阿刘 无法相信 这点很重要 我很恳切地说 阿刘突然有些激动 我说过我不知道 谁都可能 声张鼠里他都喜欢 我早就不再关心 他和谁在一起了 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我叹了口气 阿刘我现在不是多事地 干涉你的私生活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回答 你就是最重要的犯罪嫌疑人 那你们调查好了 阿刘的表情很倔强 那下面是一丝 不容侵犯的骄傲 我主动换了个问题 香瑶离开家时 拿了什么东西没有 当然 之前他已经尽量 卖了每一样之前的东西 阿刘脸上露出了少有的讥讽 上一次我看他 拿了他最大的箱子 里面大概是他的宝贝衣服 我从口袋里掏出 那个箱子的照片 是不是这个 阿刘看了看 点点头 我心里安安叹口气 这样看来 从箱子的来源 是追查不出犯罪嫌疑人的线索了 沉默片刻 我开始注视着阿刘 希望他能理解我的好意 告诉我 江瑶可能和谁在一起 但阿刘却在我恳求的目光下 别转了脸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 阿刘轻声说 声音里混合着痛苦和愤怒 在一次次出丑之后 我对自己说 够了 我不想知道 他又要和谁在一起 我不想每天提醒自己 曾经多么蠢 我需要做的就是结束他 所以 我开始和他谈离婚 除了这个 我根本不和他讲话 他开始不同意 也很少回家 但后来 也许他终于又找到了 更适合的归宿吧 反正我们总算达成了一致 我对他的一切都没有兴趣 或者说 我逃避之道 望着阿刘混合着复杂情绪的脸 我再次恳切地说道 阿刘 你是个少有的好人 可是你知道吗 你有些太骄傲了太骄傲 有时会害死人的 阿刘依然倔强地别过脸 那么我告诉你 我只好自顾说下去 你的骄傲 使你成了唯一的嫌疑人 我们要搜查你的家 阿刘转过脸 平静地回答 当然可以 只是 什么 我知道你在帮我 阿刘突然放低声音 带着一丝歉意和感激 你故意不在医院谈这件事 而是请我出来 就是为了帮我 但恐怕我能帮得很有限 我打断阿刘 不能像你对我做的那样 我知道 阿刘的眼中难得露出一丝祈求 我想说的是 能否 能否在我休息的时候 搜查我家 或者 我把钥匙给你 你们随时可以过去 我不怕搜的 我 我只是不想影响工作 毫无问题 我立刻毫不犹豫的承诺 我会尽量不影响你的工作 我保证 十四 阿刘的房子是六七年前的 比较新 一百五十多平方米 不讲究的话 两个人住 算得上宽敞 不过这在几年前 只算略大的面积 在近几年 政府努力调控降低房价 而房价反而犹如火箭般飞升 很多人把百十平方米的房子 都当成大户型之后的 现在来看 简直大的让人羡慕 整个房间的装修和家具 都是颇深的颜色 所谓胡桃木色系 有种老年人的口味 我怀疑是阿刘父母主持的装修 家具摆放也算整齐 但略嫌空荡 没有什么零碎可爱的装饰品 一种没有人在这里用心生活过的感觉 而且也不太干净 无需手摸 打眼一看 很多地方都有层薄薄的灰尘 不过想想阿刘在医院工作的时间长度 觉得这也不能归过于主人了 接着 我又粗略查看了一下 自己感兴趣的某些地方 又扫尸了一遍这个 显然毫无粉刷眼式的房子之后 就先行离开了 刘晓晴 小屎和其他几个技术大队的同事 在那里工作 一天后 我和小屎去法医师看结果 这次检查 熬得两眼通红的小屎拿着报告说 除了肉眼观察 我们还使用了卢米诺 但没有血迹反应 那卫生间呢 小屎问 卫生间我们进行了更详细的搜查 小屎将我们引到江瑶的尸体那里 现在碎尸已被粗略地摆回人形 但断口处不能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 显出很多或大或小的残缺 他指着这些残缺说 以这样的方式碎尸 很显然会飞溅出碎肉和骨茬 数量还不会少 要想打扫干净很难 最可行的就是用大量的水冲洗 所以我们对卫生间所有的边角 下水道口和更下面的弯道 都做了细致的搜寻 还带回来做了鉴定 但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人体组织 会不会时间有点而长 小秦皱着眉头问 小屎摇摇头 我觉得不会你看 由最初检验的法医推断 接到报案时 粗略估计死者大约已经死亡二至三天 接着转到我们这里 再到我们去阿刘家搜查 死者死亡时间也不过八到九天 以这样的时间来看 倘若没有经过特别的专业处理 下水道或下面的弯道 应该能找到一些证据 所以如果现在能确定 阿刘家下水道 没有经过很专业的清洗和处理 那么阿刘家应该不是 杀人碎尸的现场 小秦失望的叹口器 好像这在你的意料之中 郭队 小屎转向我 因为你只是粗粗一看就走了 哪里我摆摆手 其实小屎说中了 前一晚看到阿刘娜无惧而坦白的眼睛 是我当时就感觉到 他家不会有我们要找的线索 但结论来源于证据 我可不敢在正经时候 像个爱卖弄神秘的挂仙似的 胡下结论 即使是在事后 只要是案子未破之前 也不适于提前瞎吹 所以这么解释说 我在那里能起的作用太少 干嘛不交给你们这些专业人员来做 我去干点儿该我干的事 刚才你不是说到下水道 是否经过专业清洗吗 我也想到了 所以去了物业 他们告诉我没有 这么看来 小秦有些闷闷地拖着下巴说 这条线索也断了 箱子的线索也断了 江瑶最后在哪里 我觉得很重要 小屎说 凶手不可能在大街上杀人碎尸 一定会在某个独立的空间 只要找到那个地方 我觉得离破案就不会远 碎尸案一般不缺法医证据 关键是找到犯罪现场说到这儿 小屎又看着我问 难道阿刘一点线索都不能提供吗 我转述了自己的询问和阿刘的回答 听完之后 小屎遗憾地怂怂肩膀 同时又很有感触地微微摇了摇头 郭队 看来还是你分析的对 阿刘是个宽容和高尚的人 但同时又是特别骄傲的人 很多谦逊高尚的人 同时都自视甚高 我苦笑一下 在某些方面高傲固执地 甚至能超过石头 瞎应 小屎回答 多少有些不以为然 我猜阿刘后来内心还是很后悔的 谁知道呢 我说 不过要说后悔 我倒觉得江瑶更有资格后悔 同样是痛苦的婚姻 好歹当年阿刘还得到了 被苦苦追求的满足感 可江瑶呢 费尽心机 苦心孤意 受尽了指责和嘲讽 结果也没得到太多想要的东西 小屎看着我 目光变得有些若有所思 脑子显然从案子上偏离开了 片刻 仿佛自语又仿佛总结地说 他们都看错了对方 他们不是一路人 我觉得结婚这种事 其他的可以不计较 但除了感情 两人对生活的要求和向往 总要大体一致 否则准定会越挫越远 最终彼此受伤 阿刘生活得太单纯 他没有看出江瑶的本质 以为所有的人都喜欢过一种平和高尚的生活 而江瑶以前的生活状态 只是被生活所迫 或者只是污入歧途 他只要一帮 于是浪女回头 皆大欢喜 但我们干这一行 见得太多了 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喜欢过那种 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 岂止是阿刘没有意识到 只怕江瑶自己也未必多么明白 说来奇怪 我回答说 说着 突然又激起了一些感慨 不知为什么 多数人不敢或不愿承认自己喜欢灯红酒绿 醉生梦死的生活 包括正在那样生活的人 不管对人还是对己 愿意解释成都是因为张三 李四 王二麻子的原因 才被迫堕落 其实自己很痛苦 其实 公平地说 老虎和老鼠各有习惯的生存环境 一样米养百样人 各有选择也无可厚非 有什么必要人人都过得像的清教徒 正是自己的愿望有什么不好 社会舆论吧 小史说 社会舆论对这种生活一直吃贬低 适则态度 但有什么必要管社会怎么想呢 我说 不当吃也不当喝的 既然喜欢 就那么过呗 只要光喝酒 不犯毒吸毒 喝到死也没人管 只要不卖淫 天天搞一夜情 也不犯法 何必回头 说穿了 这也不算什么错 各有所好吧 哎呀 郭队 小史和小情同时瞪大眼睛 没想到你这么开通 不是开通 我说 我当然也不觉得这样的生活就好 只是觉得 在法律的底线上 不主动伤害他人的前提下 人有权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 哪怕看起来不高尚 甚至所谓很迷烂 你不是改为理解 或者同情江瑶了吧 小史怀疑地看着我 不 我断然否定 我一向讨厌这种极端自私 和心思邪恶的人 不仅是江瑶 哪怕是个公主 身份很高贵 我同样讨厌 而且 我也不是什么不爱主义者 什么人都同情 极端自私的人 不管落到什么样下场 我都会认为活该 停了一下 我继续说 但反感归反感 我并不反对 他们选择我不欣赏的生活方式 还是那句话 在一定的前提下 人完全有理由 只管那么过下去吗 我想不那么简单 小情突然一针见血说 人们都知道 过分放纵的生活 隐含了很大的不安全因素 包括喜欢那么生活的人 但人总是喜欢 干着能够两头甜 既想过那种纵欲的生活 又想将来活得长久 得到善终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 喜欢找个理由作为苦衷 解释给自己 也未留个后路 万一将来想回头了 或者有回头机会了 也是个自我辩解的说辞 对 另外我想郭队的意思 也不那么简单 小时突然冲我挤了下眼 更加一针见血地说 我们的郭队 其实不是开通 而是生气 所以仿佛很宽容 但其实是希望 江瑶那类人 最好一辈子 生活在他们的地界 可别妨碍了 好人们的生活 我多少有些尴尬 小情一笑 连忙替我解围 好了 不扯不相干的 说案子吧 该死 现在没有什么 像样的线索了 谁说的 我连忙说 很高兴 话题转了回来 朝一个现场 一屋一指 看 这就是一个线索 十五 他们的眼睛 一起转向我指的方向 那是一个大大的 沾满血迹的白床单 尸体就是用它包裹 放在箱子里的 我走过去 指着床单说 很少有人家里 用纯白的床单 因为既不耐脏 又不温馨 我们也去过阿刘的家 他的家 从家具到事物 都很大众化 并且我专门看了一下 阿刘家的床单被褥 和普通人家一样 都是那种 几件套的花布系列 所以 我认为这个床单 应该不是他们家的 那你们说 什么地方 爱用这样颜色的床单 医院 当然是医院 小情说 这么白 我摇摇头 乍一看 像但我住过二院 二院的床单被入正中间 印有第二人民医院的红字 而且 那些床单质量 也没有这个好 现在我们再推测一下 除了医院 还有哪里 爱用纯白的床单呢 小情看着我 突然叫了起来 宾馆 她猛拍了一下自己的头 老想着凶手是阿刘 看见白床单 就想到医院 我真糊涂 其实现在看 凶手未必一定是阿刘 江瑶生活很随意 很可能和其他人有纠葛 我脑子真是被拘住了 不用自责 我拍拍她的肩膀 我也一样 还是我们的十大法医说的对 结论源于证据 现在做什么结论都太早了 小情是个行动派 即刻转身 现在我就去排查宾馆 也好 我慢吞吞地冲小情 大步向外的背影说 如果你着急的话 小情猛地止住步伐 硬生生地 看起来差点闪住腰 然后有些僵硬地扭过身 猜测地看着我 怎么 我笑了 虽然这个床单推测 有可能是宾馆的 但实际未必 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 其次 即使是宾馆的 杀人碎尸的现场 也未必就在某个宾馆 比如凶手可能曾在宾馆工作 方便拿到这样的备单 或者是凶手曾经在某个宾馆偷出来 临时移用等等可能性吧 总之 很难有唯一结论 而且 即使确实是在宾馆作案 排查全市几百上千家宾馆 也是不得了的工作量 那你的意思是 我想试试 我说 看能不能取个巧 我已经把江瑶的照片交给酒吧 叶总会最多的那两个辖区的派出所 还有缉毒组 看有没有人能认出江瑶 最好能认出来 他喜欢在那类地方晃 不是吗 万一能得到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就能生很多事了 这倒是个好方法 小情习惯性地抓抓自己的头顶 可为什么要交给缉毒组 小情一直不知道江瑶那次被抓的事 我刚要解释 手机响了 一看 是缉毒组流组长的 喂 告诉你的好消息 有人认出江瑶了 我大喜 好好 我马上让人过去 小情 你先过去 听听他们怎么说 好 小情立刻又转过身 但刚走两步 又折了回来 转着眼珠问我 你为什么不去 肯定又有新发现 没有 我连忙回答 再次走到江瑶的尸体前面 但指望我们的法医 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证据 小情抛给我一个不相信的眼神儿 走了 你想到了什么 小史跟了过来 我看了最初的法医报告 似乎太检略了 初步尸检做的还是比较全的 小史说道 不过他们后来 把一切都移交过来 要是现在欠缺什么 责任就是我的了 我赞许地看看小史 不是缺什么 我说 只是我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我指了指死者胸口的刀伤 你说刀伤吗 小史立刻回答 现在凶器没有找到 还不能确定是什么样的 但死者伤口外面呈三角形 我倾向于是带放血槽的三轮刮刀 这种刀普通人很少有 更像几进攻家伙有的玩意 这也是我认为 凶手可能不是阿流的原因之一 我点点头 有道理 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个 你看 这个伤口是正面刺入的 也就是说凶手出手时 江瑶应该能看到 我没有说完 小史猜疑地看着我 你是说是熟人 这不绝对啊 哪里 我笑了 我是说想想江瑶是个什么样的人 小史立刻回答 很自私 极端自私 我笑着摇摇头 是的 但现在我想说的不是这个 而是 另一方面 十六 小史有些狐疑地看着我 我的意思很简单 你认为江瑶是那种软弱的 任人宰割的女人吗 说完 我的目光露到了江瑶的手指甲上 她那修剪得很尖利的长指甲上 涂了一种在夜晚迷离暧昧的灯光下 显得妖野异常 而在这刺眼的日光灯管下 则显得可不得紫黑色指甲油 小史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马上仔细检查她的手指甲 看有没有其他人的人体组织 基督组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好的惊人 郑组长告诉我们 一个一直跟踪一个外号叫耀子的毒贩的警察 认出江瑶好像就是和他混在一起 耀子 这个名字我觉得很熟 你应该有印象的郑组长推过来一张照片 提醒我说 你还抓过他呢 诺 你看 哦 当我看到照片主人那老鹰般的鼻子时 全部响了起来 他的外表实在很难忘 原来是他 药子现在不见了 郑组长继续说 老雷一直跟踪他 但目前老雷不在这里 所以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不过 和老雷一起的小吕现在还在 你们可以问问他 好 好 我大喜过望 小吕是个精干的年轻人 说话也是如此 我对他不了解 只是最近这个女人都和耀子在一起 最后一次是他们一起住进美达宾馆 大概是什么时候 半个月前 美达宾馆是一个规模中等 地处城市东南角的三星级宾馆 位置从市中心看 略嫌偏僻 但如果打算开车离开本市的话 反倒位置更佳 因为那里离高速公路入口近 并且不用穿过拥堵的室内街道 我唯一担心的是 前台服务员记不得要子他们 因为美达宾馆硬件装修 虽然看起来还说得过去 但一瞅那些服务员懒洋洋的站姿和表情 就觉得这里的管理大概很松散 员工们很不想上心工作的样子 在想起几天前 本市开了一个全国性会议 各大宾馆及小招待所 甚至澡堂都抱了棚 那就有几可能挤得他们脑子里 成不下一星期前的事了 但谢天谢地 情况不像我估计的那么悲观 当我们出示了药子和江瑶的照片后 一个前台服务员 一下子就指着药子的照片说 我记得她 那个女孩很肯定地回答 她的鼻子长得很特别 而且她还用假身份证 女服务员心直口快地说着 但话一出口 似乎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些失言 连忙又掩饰地说 当然也不一定就是假的 我只是怀疑 而且 我们是无法检验身份证的 她又淒淒爱爱地解释起来 是的 是的 你们没办法检验 没有谁能为此追究什么 事实上 你有这么好的记性和鉴别力 真难得 我赶快安那个女孩的心 免得把话题插开 你还能记得 她们大概什么时候入住吗 大概两星期前住的 具体我可以查到的哦 我有些吃惊 你还能记得她登记的名字 是啊 这个放下心的女孩 顿时恢复了爽快 一边在电脑上查阅 一边继续说 因为这个客人很奇怪的 她没有结账就自己离开了 押金也没退 是吗 我越发高兴 这意味着宾馆会堆药子 更加难忘 是啊 也许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惊喜 爽快女孩更起劲地介绍说 而且 后来我们查房的时候 还发现丢了一个床单 幸亏收了押金 我们不吃亏的哦 找到了 她登记的名字是张伟 是11月1号住进来的 预付了一星期的房费 小秦和我交换了一个 无法抑制的惊喜眼神儿 药子住在320房 那是一个靠近楼侧的一个房间 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啊 带路的服务员边走边对我们说 他自己专门要求要住在安静 靠楼梯的房间 是吗 那他是一个人住 还是两个人住 反正他是自己来登记的 你可以再问问 我们的楼层服务员 房门被打开了 粗粗一看 里面并没有明显的痕迹 此刻 楼层服务员也气喘吁吁地跑来了 你们后来打开房间清理时 有什么异常发现吗 没有 就是特别乱 而且 丢了一个床单 这人一直是一个人住吗 不 第二天就来了个女人 我记得很清楚 她还拖个特别大的箱子 我都没见过 有人出差 背这么大的箱子的 好像人们出国移民拿的那种 更要搬家式的是她吗 我抑制住内心再次涌上的狂喜 把江瑶的照片递过去 是楼层服务员只看了一眼就肯定的回答 就是这个人 说话有骨高高在上的劲儿 其实一看就不像正经语言 哼 我记得很清楚 她还没钥匙 老师尖着嗓子叫服务员 开门 正说着 小青突然喊我一声 锅对 看 我赶快走过去 小青指着两床之间深土黄色地毯上 几块更深的污渍 准确地说 肉也是无法判断的 但这个宾馆重新装修的时间不长 地毯还比较新 那颜色很有几分像被清洗过的血迹 由此推断者 李氏第一作案现场的可能性很大了 叫小使他们来 爸 我说 案子进展得出乎意料的顺利 使我的情绪非常高涨 现在 我需要做的就是在查查宾馆的监控录像 看能不能有更进一步的发现 到了监控室 却立刻印证了我对美达宾馆的第一印象 内部管理混乱松懈 监控室根本没人 等把负责的人找来 那人手忙脚乱乱翻一通 才找到一号那天的录像 录像中 我们看到了药子走进了320房间 后面的呢 我问 哦 那人有些尴尬的解释 我突然想起来了 第二天探头就坏了 我一直联系厂家修 但厂家一直没派人来 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说着 那个家伙的口气又变得一份填膺了 这样质量的产品 又是这样的售后服务 让我们还怎么信任他们 以后还怎么继续合作下去 我挥挥手 懒得听这个不负责任的滑头解释 拨通手机 喂 小秦 看看三楼的摄像探头怎么回事 大约过了20分钟 小秦打回了电话 郭队 摄像头是被人为破坏的 哦 还没等我说话 在一旁听到的那位滑头先生立刻就叫唤起来 人为破坏 怪不得 这可是防不胜防 哥谁也没办法接着 像找到了最完美答案 他一副受到最大委屈的样子摊开双手 很无辜的看着我 我没有理这位滑头先生夸张的举动 默默地沉思了起来 探头坏了 而且人为破坏 第二天 就是二号了 为什么那是要破坏 谁破坏的呢 和这个碎尸案有关吗 十七 想了一会儿 我问那个滑头先生 你们宾馆在其他公共地带应该也有探头吧 比如大厅和电梯 有啊 有啊 滑头先生立刻回答 口气里还带着好像有很大的功劳似的 都好好的 那好 请你把从一号到七号之间所有的录像资料都交给我 包括电梯 大堂和这三楼一号当天的好的 好的 滑头先生一叠的回答 但却没有动 继续喋喋不休 原本这些录像资料 只保留五天的 可我对领导说 为了安全起见 应该多保留几天 最后定成三十天 真是差一点儿就要被覆盖了 是吗 我说 一时间几乎想故意说出 难道你早就知道要发生案子吗 但最后我还是决定不要再说废话了 编一本正经的回答 很好 我想你可以把这个告诉你们老总 现在 请把硬盘给我把滑头先生的嘴角搭了下来了 似乎这才意识到表公表错了地方 转身去取硬盘 然而在一转过身 他眼睛里就又闪烁出精明的光芒 拿着硬盘 却迟疑着不肯递给我 很有启发性的提示我 我想 这对你们肯定很重要 毋庸置疑我干巴巴的回答 把手伸到他的面前 决心不给他自我美化的机会 如果三楼的探头及时修好 一定会留下更有价值的资料 华头先生终于闷闷不乐的闭了嘴 第二天 我们开始了看录像资料的过程 与我们一同看的还有我请来的基督组的小吕 看录像是个必须耐心的活儿 因为必须一点点看完 不能取巧 而尤其是要看这么长 更是枯燥 时间长了 一般人注意力很快就会不集中 为此 我专门和小琴 还有其他几个同事 分开集中注意力的时段来看 这次也不例外 我们除了上午看到药子时烧微星 分了一点 其余的都是没用的部分 直到傍晚小吕才 突然暗停了画面 怎么 我们顿时来了精神 这个人 小吕指着画面上的一个 看不清脸的男人说 应该跟毒贩有关 他好像是我们这次准备捕获的 那条大鱼的马仔 小吕又放大了画面 稍微好了一些 但依然不算清楚 应该是他嘟囔着说 要是再清楚些就好了 没问题 我回答说 看这个时间 然后 我们再看看 稍晚之后的电梯录像就可以了 然而电梯里并没有出现那个男人 怎么回事 小吕问 有没有楼道里的录像资料 没有 三楼的探头 在药子住进去之后就坏了 哦 小吕似乎明白了 我站起来一边走动着 活动活动做麻的双腿 一边说 这样看来 药子破坏探头的可能性很大 但我感觉不是为了杀江瑶 而是为了和毒贩接头 因为这样的话 只要他们走楼梯 就可以避免被拍到 进入320房 可他们并没有在宾馆接头 他们后来是在外面 小吕说 我们一直有跟踪 我知道 我说 然后反问一句 可为什么呢 小吕看着我的表情 突然开口 郭队 你是说因为江瑶的意外出现 使这些毒贩们认为宾馆接头不安全了 不 我只是想说存在这种可能性吧 当然 小吕一笑 应该说很有可能 毒贩们都狡猾得很 警惕性也高得很 跟狼似的 又凶又滑 略有风吹草动 马上就溜之大吉那嘛 江瑶和毒品有关系吗 我接着问小吕 小吕摇摇头 我不知道他吸不吸毒 但他应该和贩毒无关 或者准确地说 即使是贩毒 那也是刚开始 因为在他和药子混在一起之前 这个圈子里 我们根本没见过他 郭队 小秦再次问我 你是不是怀疑江瑶 在药子身边的出现 出于我们不了解的原因 可能影响了毒贩们的交易 或者引起了他们的担心 因此导致了杀身之祸 我看向小吕 存在这个可能吗 我问 虽然从内心里 我自信答案是yes 果然 太可能了 小吕咧嘴一笑 除了杀人狂 最藐视人命的 就是毒贩子了 他们敢杀任何人 中国的毒贩 敢跟警察动枪 在哥伦比亚 毒贩敢用导弹 和政府军对抗呢 一番话说的 我和小秦都感慨地 看着小吕笑 的确 嫉妒是警察工作种类里 最危险最辛苦的领域 因为不仅容易危及自身 甚至还可能危及亲人 倒是小吕不在乎的摇摇脑袋 驱散了房间里 一时而来的沉重 对了 我想起自己还未问到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没有抓药子呢 我们这次主要追踪的是 药子想打交道的那条大鱼 但不知为什么 这次药子并没有交易 而且他目前还不算大鱼 所以就没有管他 我们还是继续追那个家伙 老雷就是去跟他呢 没有交易 小秦重复着 沉思着继续问 为什么 是不是被什么突如其来的事 影响了呢 比如因为杀了姜瑶 需要处理 这还不好说 我尽量保持客观的态度 录像里姜瑶还没有出现 虽然服务员认出了姜瑶 但如果录像里有还是更好 他拿那么大的箱子 肯定坐电梯 一定会有的 你明天要接着看下去 坐实了才好 你呢 小秦立刻反问我 我要去看看小屎那边有什么进展 你要好好看录像 对了 我转向小吕 那个药子是你们放长线钓大鱼的耳吗 等法医证据出来 我们可以随时抓捕吗 如果必须的话 小吕略微有些迟疑 那就抓吧 不过 没有确实之前 还是不要急 他吃着行饭 肯定还要和其他毒贩交易 倒是可以一举两得 好吧 我们尽量协同配合 第二天 我一直待在小屎那里 直到快下班的时候 我们的法医终于结束了所有的货绩 现在可以确定 小屎拿着一叠报告 红着眼睛对我宣布 美达宾馆320市 就是江瑶被杀的第一现场 我们在下水道弯管处 发现了大量的人体组织 经DNA鉴定 和江瑶的一致 地毯上的血迹 也是江瑶的 那有没有其他人的呢 我赶紧问 当然有 小屎冲我一笑 江瑶的手指甲里 我发现了人体组织 但这个血肉的DNA 和江瑶完全不一致 你猜得真准 郭队 江瑶不是俯首旧路的绵羊 他临死前 一定狠狠地抓了凶手一把 这就好办了 我很高兴 但随后又抱怨道 不过也麻烦 怎么 小屎有些吃惊 我三言两语解释了小屎的理由 那你就自己伤脑筋吧 小屎幸灾乐祸地 往靠背椅上一座 大大地伸个懒腰 我是要好好歇歇了 好吧 我姑浓着 心里颠缀着 到底怎么处理最合适 正在这时 我的电话响了 喂 郭队 电话那边 传来小情兴奋的声音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什么 我看到了阿刘 阿刘 我吃了一惊 连小屎也惊讶地站了起来 待了片刻 我有些迟钝地问 你再说一遍 我在录像上看到了阿刘 四号的 我先在大堂里看到的 觉得有点像 不过因为分辨率低 拿不准 所以赶快又看了电梯里的 很清楚 是晚上 我脑子轰的一声 接下来 听到电话那边 小情继续地说 你说 阿刘明明知道江瑶在美大宾馆 他为什么不说 而且还欺骗你呢 我和小屎一起跑了回来 屏幕已经定格了 从上方俯视拍摄的人脸 应该是电梯里探头拍下来的阿刘 没错 我仔细看了看时间 是晚上九点五十二分 前面还有 小情拿起遥控器开始操作后退 图像开始飞快地一格格后退起来 几分钟后 看 他再次定格了 是不是阿刘确实是阿刘 那个时间显示是晚上八点十五分 我呆呆地看着画面 脑子里一片混乱 只听到耳边 小情轻声分析 现在看阿刘居然在美大宾馆 待了一个小时零三十七分钟 抛掉七分钟左右 在走廊的时间 杀人分尸 绰绰有余 这时耳边又传来小屎的声音 是绰绰有余 不知为什么 我觉得他似乎话里有话 你什么意思 小情转过头问 看来不光我感到小屎话里有话 我只是觉得他干嘛给自己的时间弄那么宽裕 小屎犹豫地说 如果我是凶手 我会加快速度的 这没什么奇怪 他没有经验 阿刘不是惯犯 而且 不仅如此 小情强调说 最可疑的是阿刘撒谎 如果他不是凶手 明明他和江瑶最后见面是在美大宾馆 为什么不告诉郭队 我沉重地坐了下来 小情说得很对 仅凭录像并不能说阿刘就是凶手 但他为什么对我撒谎呢 这段时间确实绰绰有余了 郭队 啊 我从沉思中惊醒 要不要我再找阿刘问一问 小情尽量委婉地问 也许应该再直接些小屎闷声说 把阿刘找来 验一验他的DNA是否和江瑶手指甲里的血肉一致 我点点头 没有理由反对 如果凶手真是阿刘 我打电话通知了阿刘 他告诉我 他在医院 今晚是夜班 我去通知他放下电话 我对他们两个说 小屎张了张嘴 但被小情拉了一下 我没多想他们的意思 满腹沉重地出了门 阿刘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 难道他真的是凶手吗 一路上 我反复问自己 那么要子呢 是不是和此事无关了呢 晚上医院的人不那么多了 我静止去了病房一进医 生护士值班室 意外地看到了 那个每隔几个月就来 送一次菜的农民老菜 他非常本分地坐在椅子上 脚边一罐里 有两筐品种不同的蔬菜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医务人员 老菜显然对我还有些印象 有些局促地冲我微微点点头 我坐了下来 随口寒暄说 你好 又来送菜吗 嗯 老菜重重地回答 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今天没回去啊 下午 老菜回答 他说话有很重的口音 而且硬硬的 但和他的外表一样 有种诚实感人的力量 我有点不舒服 阿刘大夫说帮我再检查一下 我就没回去 还说晚上可以住他家 不用花旅馆前 老菜的脸上露出说不出是高兴 还是感动的表情 阿刘大夫 是个好人 他最后说 我点点头 心里突然很难受 你也找阿刘大夫 老菜转向我 我依然紧紧点点头 那他是不是也帮过你 老菜说的是问句 但口气却很肯定 是 我说 和你一样 因为案子 我一直不愿回想那次在路上发病的事情 然而偏偏那件事总是前所未有的 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你也是在街上病倒的 老菜继续探究地问 是 看着面前这位曾经和我遭遇 类似境遇的朴实的中年农民 我突然很想讲一讲自己的遭遇 在街上发病 痛苦不堪 却又无人问津的那种感受 老菜默默地听完 阿刘大夫 是个好人 老菜替我下结论 然后 像上次一样 一双粗糙的大手 在腿上来回搓着 用他那重拙 却诚实的声音 反复重复着 他一直以来的结论 阿刘大夫是个好人 是个好人 是个好人 我突然不想听下去了 站起来刚想要出去走走 就见阿刘和一个护士 急匆匆从外面走了进来 阿刘顾不上跟我们打招呼 先打开柜子 从里面拿出一盒药 交给护士 给溜床 一会儿我再过去看看 然后 阿刘才回过身 冲那个朴实的汉子点点头 你稍等一会儿 然后转向我 郭队长 我有点不舒服 我抢先打断他 然后走出了值班室 我们一直走到走廊尽头 没有人的地方 什么事 阿刘主动开口了 我提醒着自己警察的身份 然后转过身 审视着阿刘的眼睛 问 你为什么对我撒谎 阿刘并没有惊慌失措 而是有些迷惑 你指什么 你最后一次 见江瑶是在哪里 我家 那你去美达宾馆做什么 这次阿刘愣了一下 他垂下眼皮 转过身子 朝窗外眺望了一会儿 去见江瑶 他回答 然后不等我发问 就很快地继续解释 但我没有见到他 他前一天给我打电话 说同意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让我去美达宾馆 320房间找他 我去了 但他并不在320房间 但我希望就此了结 就一直等 等了一个多小时 他还没有回来 我觉得他可能又是涮我 然后就离开了 你没见到他 我有些不幸 那你在哪里等着他 房间里 那你怎么进的门 房门没有关 我开始敲了敲 没有人隐声 后来推了一下 发现门没有关 那么房间当时 有什么不同吗 阿刘回忆了一下 没什么不同 只是一张床上 扔着江瑶的一件封衣 桌上放着他的包 所以我认为 自己没有走错房间 因此就坐在椅子上等 之后你又去哪里了 回医院 第二天呢 回去休息了 一天都在家嘛 上午是 然后中午回爸妈家 吃了顿饭 晚上直接来医院上班 阿刘的脸很平静 不像撒谎的样子 但我有些不幸 可一时也找不出 他话语中的漏洞 只是觉得整件事 似乎离奇了些 除非有人设下什么圈套 我默默地琢磨着 直到远处一个护士的呼喊 打断了我的思绪 刘大夫 刘大夫 阿刘望远处张望了一下 应了一声 我马上过去 然后他又转向我 小声问 还有事吗 我们需要检验你的DNA 我说 现在吗 阿刘又朝远方张望一下 恳切地说 明天上午可以吗 明天我不上班 没问题 我轻轻说 心里再次略过一丝差异 阿刘并没有露出担忧的神情 谢谢 阿刘说着转身向病房走去 但仅仅走了两步 又折了回来 他有些歉意 但更多的是感谢 谢谢你 郭队长他小声说 很诚恳 谢谢你帮我 我没有帮你 你现在还不是罪犯 你有权利明天去检验DNA 甚至后天我刻意强到了DNA三个字母 继续审视着阿刘的表情 我不是指这个 阿刘似乎并没有在意我强调的语句 他诚恳地看着我 轻声说 我是说你一直不让调查影响我的生活 谢谢你一直在尽力帮我 我摇摇头 心里略过一阵侧然 对于阿刘 我能帮的 太有限了 这个晚上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并没有沉浸在歉意里 而是一直在想 阿刘到底是不是凶爽呢 他看起来很无辜 也不怕检验 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无辜呢 还是想拖延时间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